咱们今天谈经济 美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 8个多月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 8月1万亿美元 美债上限通过之后 立法生效才一天 那么美联邦政府借款就立马增加近4000亿美元 就这国家就靠印钱 6月到7月还是美财政部发展高峰期 那今年下半年新债发行规模预计会超万亿美元水平 因此美债突破33万亿 应该不会等太长时间 在利率现在飙升这个前提之下 美债的滚雪球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 那维持高利率对美国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 但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目的 第一就是控制通胀 第二是吸血行星经济体 第三就提高美债收入率 保美债 还有就是保美元 阻止全球去棉花 还有就制造国际货币陷阱 给华尔街收割 创造条件 那从全美国金融结构看 高利率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那高利率和房产泡沫 股市泡沫 债务泡沫 经济降速 这是一个混合型危机 这是美国的引爆全球经济危机的大概率的一件事 因为这些东西全在美国出现 22年的7月5号以来 两年期的国债 10年期美债收入率一直处于倒挂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衰退市井了 它这些重要信号被美国一些真真假假的数据给掩盖了 市场在美债深度持续倒挂这个问题上麻木 这个和次贷危机之前很相似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 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 突然雷曼事件降临 引爆全球经济危机 目前呢 最吊诡就是欧美的经济预期下滑的情况下 他们的资产茫茫 你看股市 却在创历史金高 是不是非常相似 再看看当前的国际军事 问题显然就是 比次贷危机时候还严重很多 全球债务处于历史高峰 不但攀升 股市泡沫整体上处于历史高位 房地产泡沫处于历史高位 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利率政策又推到一个峰值 这说明说 说明华尔街一定要减阳毛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 华尔街已经把资产茫茫推到这 就是一定要减阳毛了 谁傻子在里边呢 谁就被减 而且会大减特减呢 现在布林肯来中国 估计就是等着 跟中国准备这个 衰背为号是吧 美国引爆新危机 可以倒逼国际资本 以美元还有美债为避险资产了 只要有危机 所有人第一时间想的 就赶紧去抱美元大腿 那有利于美国将国际资本 诱入美债美元陷阱 利于美元霸权强化 也利于华尔街吞噬全球优质资产 不论是从全球的各类资产的走势 还是从动机来看 距离华尔街最后收割期呢 其实都不远了 我是第一个提醒大家的 它一定要收割 因此呢 今年距离这个下半年 到明年上半年之间的 国际金融风险 咱们一定要提示 现在这种高风险 确实是绝对是 华尔街就是要明显收割得行 剪刀都张开了 还干什么 它都已经到你脖子了 咱们说2020年新冠危机 引爆金融危机 美国股市狂气 华尔街当时也是猝不及防 没有充足做好准备收割 那个险些是让它10年 收割计划全翻车了 后来呢 川普无限量QE 实际是欧洲和美国共同的 因为没做好收割呢 那就赶紧QE吧 就导致全球资产 泡沫 新冠危机中的刺激政策 过于猛烈 现在全球加息潮中 欧洲日本 这些主要股市还创新高 美股整体上也在高位震荡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钱怎么知道 风景还往里去呢 原因就是 他这个钱啊 他没地去 他没有地方去 就好像这个 比如说 人太有钱以后 他就奔着赌场去了 他干什么呢 他把这个钱在那空赚 这毕竟有50%赚 那50%赔 那我钱就在这赚 他如果这个钱太多以后 比如他放到房地产 房价就涨 但是如果人家不让你放的 你还没法放 所以这个钱多以后也是麻烦 所以他有的地方就放到一些空转的地方 现在看他 他就放到股市上 对吧 这就是咱说空转 就钱太多了 但这个世界啊 没有不破的泡沫 一旦未来再次拉开金融危机 大幕 残酷的就是 恐怕就是 这跟那个29年有类似啊 那个 那次金融危机 有一批 军事上呢 其实并不具备 降为打击 大国能力的这个 美国 他直接下场以战争发动 这种 转嫁危机的这种成本是巨大的 现在看无战争啊 就光这个 15炮弹就得耗多少啊 你想想 美国人玩不起 现如今呢 这成本巨大 如果是失败 那花这么多成本 可能美国就真的走向衰落了 那怎么廉价的引爆这个危机呢 美国当前主要还是依靠 这个各种战略组合权打击对手 然后呢 金融手段现在它的最好 应该说最廉价的 所以咱们中国啊 必须要守好金融大门 千万不要上这个档 现在全球的房地产 那现在进入到一个 一个尾声吧 房仍期尾声 首先咱们看首尔 首尔房价过去一年 跌幅超过30% 成交量暴跌70% 那银行断供数百万人 过去五年 韩国房价平均上涨了80% 利率飙升 全租房制度 还有房地产 持有税 减税政策 这都是韩国房价 这个爆雷主要原因 16年欧债危机冲击 韩国出口 那韩国央行 将这个基准率率有 3.25%下调至1.25% 2020年新冠危机 韩国央行再次将基准率 降到0.5% 而美欧日 这些新冠危机期间 又推行无限量QE 那大量的流动性资金 进入韩国房地产市场 给它韩国房地产 埋下延换 二年三月开始 随着美联储 紧货币脚步 韩国同步 激进加息 基准率率 急升至3.5% 最后就导致 房贷利率高达7.2% 7%到8% 韩国房地产市场 因此就爆雷了 全租房制度 还是房地产 这个集中化 杠杆化 重要推手 韩国房地产 抛漫问题非常严重 全租房制度 就是向房客 向房东提供 房屋价值 60%到70%的保证金 就可以无租金入住 然后租客 只需支付水电燃气 这些费用 业主将 押金存入银行 收取利息投资 收益 取代房租 全租房制度 就导致韩国房地产 深度进入化了 副作用就是 加速韩国 都想当房东了 让房地产投机盛行 问题就是 房客权力难以保障 一旦房东破产了 法律上首先保障的是银行利 租客 保证金肯定面临损失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大量的房东就开始纷纷投债了 韩国出现断供潮 这就给韩国经济带来性能源风险了 韩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 也是这轮全球房地产 大周期见顶的一个信号 从国际货币紧周期 这么一个欧美房地产 资产泡沫和全球负债历史高峰期来看 全球房地产都可能面临起 也包括中国 全球的房地产正从繁荣走向衰退 美国房价连跌七个月之后 今年二月之后涨涨跌跌 整体上有所回升 但这个上涨程度预计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美国商业地产已经提前倒下了 目前美国60%到65%的办公空间 就不再被需要 人工智能出现之后 办公空间都已经闲置了 你还去买房子就傻吗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 今年四月就报告 警示欧洲房价可能无序下跌 报告中就表示 房价与基本驱动因素联系起来的实证模型 已经证明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房价高估15%到20% 你说欧洲这样 美国这样 你中国也一样 而在这个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与实际收入受到通胀冲击情况下 很多欧洲市场房价 从去年四亿度以来就出现了不动承诺下跌 所以我建议啊 中国但凡是想要买的 你还是等这个全球这次爆雷之后 一个低点 你现在干嘛要冒这个险 差这几 差这一年到半年吗 不差呀 对吧 咱们已经讲了 这危机是一定要 华尔街一定要收割的 你跟着华尔街一起行动多好 房价较强势的英国 今年五月份 出现了212年以来 首次同比下跌 目前认为未来两年 英国房价可能下跌10% 就房地产 现在出现挤泡沫过程 这是挤泡沫 房地产 一旦挤泡沫就很容易 触发军力危机 事实上世界经济 又再次面临危机周期率了 这虽然是由于华尔街 金融资本收割全球 但是无论是华尔街 怎么减毛 美欧这些挽救危机的方式 只有一种 就是一旦危机出现 那就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货币化 没有别人选择 就是接着印钱 那预计 欧美危机爆发之后 印钱就大量印钱 这个过程就会对 国际货币的信用体 重新进行冲击 那么这些欧洲货币 要重新 包括美国的货币 要重新有一个估值了 所以韩国房价暴跌 已经有预警意识了 那么咱们中国 现在 这不仅仅是房地产 红红条件问题了 这是系统性风险问题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现在必须要警惕上